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13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今天我们的课程是老师手法的考核与点评 还有提问与答疑 老师请您开始 那我们最近都还是以诗用 比如手法的为主 那另外就是再回答各位的一些提问 我们就直接从手法开始 以手法考核与点评 以基金会职工手法考核 你要注意你这里脖子 如果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这个手就要翻过来 我看你还在有一点这样 这样没有完全翻 你还是没办法揉得很准 我的建议 那个脚如果你要坐姿 这一脚还要抬往前 往前面 到这样 整个身体过去 这样你才会舒服 我几个跟你讲 你比如说你间椎 你也站这样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我才叫你 然后这个间椎你们可以比间 更快一点 都没有关系 然后应该是怎么样 这个手一定要拿起来 你们都没有 你们都这样 这样太小 这样不能按 然后如果要按深就整个沉下去 那刚刚第一位考上的 我指证他 其实他还是有一些小问题 他这样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注意 我叫他这里要怎么样 放下来 那放下来变成了 它整个就沉下来了 这样才是真正的沉 这样就可以按到比较深沉 这样 他矮的是叫他来床边 觉得还不够高你就 反正你觉得不够高你就叫他来 那这样就更放松了 还OK 来 然后我按一下 你再比较 你们犯错就是这样 蹲这样 然后往前 这里不能 这里一定要提及 这里脚对着肩这样站过来最好 这里顶 他一定是这样 刚刚起神他有一点松软 他其实是要靠身体 有一点这样往内侧顶 要靠身体的力量顶进去 你们有没有注意 这个不是我要的标准动作 你现在的脚是这样 你是这样 这样是不对的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注意 他是伸直去 但这个脚他应该是这样 然后你靠过来 然后你在身体靠过去的时候 他自己就出来 然后这样的力量是最稳的 而且是最软 软 就是和弯 因为我们不会有压迫 这一 这一 你的问题 我告诉你 你现在这样还不行 你这样喔 这一脚要往后 再往后 因为你对对对 然后再来往前 然后对 这一脚就不能往前 对 这样就对了 好 然后 然后你靠过去的时候 这里腿自然就出来 已经比较好一点 如果能够蹲低一点 这一脚更后面一点 对对对 过去 然后又往外靠 这个脚就很自然 对对对 你手边右膝然后又进去 哦 这样好像好好的 对 对 他到最后他有一 他脚之所以会撇过来 是因为他有这脚靠过去的 要比如说这样嘛 本来这样 对不对 然后他有靠过去 所以他出来 他如果没有刚开始是这样 但是你要靠过去 他自然就撇出来 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样就很柔和 这样不会有压迫 这里也有一个问题 你其实顶好像会 但是我叫你开始动的时候 你就蛮力的 然后你那个手 你这里很硬 所以你会去碰到我里面 我很不舒服 就是这里我叫你卧西前 你来摸摸我 你看 然后大力压 压我的 那你看我都还有弹性 有没有 你没有 你是这样我选你 好你现在可以再压一次 我看看 我选你 好很厌 所以你顶我 我很不舒服 然后你这里会出蛮力 你不懂得用手腕的力量 你反而是在用手的力量 一直想这样搓 那这样我很不舒服 其实你顶进去之后 你就不用再用手 因为它顶进去 然后又有弹性 你没有压迫感 然后你这里就可以放开来做了 放开来 不是很刻意的 我一定要拨它 你是要拨它 所以这里再处理 事实上它只是来回而已 因为你顶进去之后 不要再处理了 它只是来回均匀 你喔 都是蛮力 全部都是蛮力 那你位置还不错 就是也不是说都没有练习 就看得出来 你那个位置还算还OK 但是你那个手 那个就是尤其头部 给我感觉就是一团肉 肉磨肉 很不舒服的 它应该有一个90度 它是怎么样 它的手是大于90度是吧 然后你最大的问题 简单的讲 为什么会变成蛮力呢 你第一个犯错就是不懂得顶 你是手放着就开始按 没有 就是没有顶 没有用身体去顶 所以你接下来都是蛮力 就是我说的 如果你懂得顶 就是用身体顶下去 懂得这样顶 然后手就不用用力 你只是来回的话 你会很轻松 你在做的时候你自己不轻松 因为是蛮力 患者也不舒服 耳后 那个如果要解症 很困难 因为你没办法领到身材 也就是它要松 松不是在表层 它是要靠身体顶进去 请老师点评 好 这是基金会第一天 我帮部分志工考核 那考核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有些是站姿 那有些是身体不懂得应用 然后只是在工具上 比如手用蛮力 不懂得顶 然后只是用蛮力在揉 有时候会戳到皮很痛 这也是一般 在学习原始点修法 最容易犯错的 那这些影片可以可供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站姿一定 其实它这样我就站这样而已 就是对着它的整个头 其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动作 两脚是弓箭步 都是围曲的 然后这样一手扶着 然后这样你看我这样放下去 我手伸出去 我身体还没有靠过去 这一定大于90度 那我稍微这样 你看我前脚移 而不是我移 前脚移 我前后脚移 然后亚青是用身体移 这一点跟我不一样 它错在错在这里 它事实上这样大于90度之后 它应该怎么移呢 好这样就进去了 下层 有看到吗 有 我是以下面 然后亚青是一直在调整身体 他一直在调整身体 所以他做不出来 他应该是这样 然后我就这样顶进去 所以我才说 我们的力道来自于身体 他身体是以下盘 但他是以上半身 亚青现在还不懂的 下盘移动 也就是下面的移动 比上面更加重要 因为整个身体 他的根源是从下面来 下盘 所以下盘已经决定 所以当你们头部的时候 你们这样 我就觉得 如果这样工具拿 你们这里下盘就错了 就不用 所以我反而更在意的是什么 下盘 那你们有时候会注意到的 你们会忽略的下盘 反而注意了怎么样 上半身到这里 你们以为 这个就是我真理的用意 不是 事实上是真正来源 是从下盘就开始了 下午有调整他的姿势 也是下盘的问题 有没有 有 你那个明信下盘就是站这样 这样不可能做出来 他能做即便考过 就是柔了感觉 但是他的力道就不可能进去了 因为他这样太开了 这样太开 然后这样很难做 所以他一定要调整 因为他做我的时候 我就感觉那个舒服度 真的是不够 考过的人 千万也不要以为你真的是过了 我只能这样讲 因为他里面还有一些细节 有时候你们可能 他因为他看不到 我在外面看得到 那些姿势感觉上 还不是很 就是很完全符合我 但是他感觉这样很轻巧 那患者也能接受 那我觉得就是 这一次考试先以这个为阶段 那他都会讲哪里 有些有硬怎么样 有没有到位 所以暂时以这样为标准 但是即便他们揉了都可以过关 但是在我看法 就是像刚刚亚青 他还不懂 我感觉啦 你还没有懂得用下膛的力量 你是在上半身在活动 因为我抓他抓得特别严啦 别人我就不抓了 我以为都过关了 但是这样抓他严 你们也可以学到很多了 你们再注意看我的动作 你脚一定要站在他的头 那这个也是一样 对不对 我身体就正中央 然后对着 然后我扶着 然后你们再看看我的手跟身体 我的身体 你们注意看我的身体有没有动 好 然后你们真正看 这些的变化是来自于脚还是手 还是身体 脚 双脚 我身体手我也没有动 我身体就是这样 我的工具也是这样 我的身体也是这样 但是我真正动的 是我的下盘 所以真正在调整 你们今天这样应该就可以完全理解 原来我的力量 完全来自于下盘 是原来是下盘整个的工具 而这些通通不再动 你们一直想去调整身体或调整工具 那个都已经是在肢结末叶调整 那个不是根源 好 我再示范给你们看 我要按他 好 我扶着 然后你看我开始脚变化了 有没有 然后我就放过去 有没有 然后放过去我就沉下来了 我身体都不动 好 那我第一点 第二点我就把它搬过来 第三点 第四点 好 到第四点我身体有没有动 没有 我身体也没有动 工具也没有动 工具只有来回 也没有去调整什么 通通没有真正 脚最后固定了之后我也不动 我就这样 所以如果你们要变成 如果你们是调整身体 就会变这样 比如说往前 那这样就小于90度了 下盘你们反而没有调整 所以你们的力量来自于从这里 这里的力量不稳 所以他会感觉那个力道 有时候会不稳 然后再来按不进去 就会产生这样 停 大家有看喔 他的工具已经变形了 你们有注意吗 这里已经大于90度了 所以我这里工具 从一开始就没有变化 我这里也没有变 这里也不会变 他还在想变 他一变就完了 他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所以这一脚 真正变的是两脚的督麻布 来回而已啦 就是这样 这样就做出来了 其实上半身跟工具 完全没有变 大家注意我就是这样 然后我放着 然后我这样 我就这样下沉了 其他都不动 我这里有没有大于90度 还是刚好90度 刚好 刚好对不对 那你看我是用脚尖着地 注意我后脚 我是用脚尖 不是整个脚这样 这样就做不出来 我下面的脚是用脚尖 这样看得出来吗 我是用脚尖 然后这样 这样我就做出来了 所以我这里都不用变 所以我全部都有弹性 然后是来自于下腹 好 第二点 第三点 注意 第四点 如果要我去 我也是用脚去 我也不是用身体去 你看 好 我不搬他的头 我要去 好 到最后一点 你看 我是不是身体往前了 我这样就可以坐下来了 所以我的移动是来自于怎么样 本来这样 好 第一点 如果是这样 然后第二点 这样 好 第三点 我就整个过来 但我的身体有没有变 没有 我不会用这样 第一点 第二点就这样 第三点就撬屁股 没有 对 你们会撬屁股 对 撬屁股就重心不稳了 然后他感觉就会晃 然后再来就是 顶不进去 所以执展也说 他们两个力量都没有办法 像我那么深层 啊 插在哪里 插在 我用下腹 就插脚啦 真的就插脚 啊 如果不懂都学一半 就是学上半身 动上半身 那个力量进不去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刚刚大家也看到 那个在按推整骨 我发现基金会志工 大部分犯错 都是在整骨下沿 平常他们练习还有包括按推患者 有些都按推的不错啊 但是他们常常到最重要就是要揉到深层的时候 他们就进不去 就是没有办法按到深层 那归根究竟就是 站姿本身就出了很大问题 他们在按那个整骨下沿的时候 那个第一个站姿本身体 那个身体你们看起来就有一点 他像是弯腰下去的 用身体弯腰下去 那事实上你要按推到真正的深层 他是靠下盘脚的力量往下蹲一点 然后把工具带下来 然后身体就没有弯腰 他几乎比较像有一个角度 滑下来这种角度 而不是像平原这样 我们来看看前面在播的 那个有一个志工 他在按推的时候 我指着 如果能够再看前面一下 掉前面 那大家看我那个身体 身体那个背部 整个那个幅度是比较斜下来的 而不是比较弯腰的 然后这样直接顶 然后靠下盘沉下来 才能按到深层 那我们来看其他志工 你们注意我的背部 整个背部到 我就是上背部到臀部 整个的幅度 这个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再来比较 他们的按推 好 我们来看看再找一个 刚刚有一位男志工按的 在前面 对 大家注意他的背 好 他按整骨下来 你们注意他那个背 然后脚没有蹲下去 然后整个的背部就变成 有一点弯腰了 他是弯腰 然后下压 几乎我看到的志工在按推 都犯了这个错 而且是最最最常见 那这样到最后都会压得患者很痛 然后力量不能够很轻柔的把工具带下去 所以这个站姿如果站这样 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看那个从上背部到臀部 那个整个幅度 他是有弯腰下来 那我不是 我是整个层下来 我们再来看我后面的按 两个比对 一下子就比对出来 大家看 这个幅度跟他的幅度完全不一样 这样 然后我的脚有蹲下来 他没有什么蹲 所以他脚是蹲得不够 然后腰就直接往前倾 然后腰就弯腰了 那这个是压 不是把工具带下来 这一点 特别大家在学手法的时候 可以多看看我那个两者的比对 那我们影片里面 早期的影片都有我的修法 你们再仔细看 这个站姿的按推 一定是以这个为标准 好 这个 这一点因为在考志工发现 几乎十个有九个做不出来 要达到我这样的标准 好像很少很少 但是这个可不可以念成 可以啊 因为其实也不难 那知道要懂得用下盘去调整 那上半身跟你的工具 其实都是固定不动 那这样懂得这样都保持90度 然后包括身体 不要弯腰 直接是下盘往下沉 那如果能做到这样 那你那个枕骨按下来 患者会觉得很舒服 又可以深沉 然后又不会有硬邦邦 用蓝力的感觉 那手 工具手 基本是不用力 它只是来回而已 那真正力量能够由浅入深 都是在下盘在控制 也就是下盘我没有蹲那么低的时候 没有蹲那么低 但它就比较表层一点 那如果我蹲低一点 我的工具就被带下来之后 那个力道就感觉比较深沉进去了 所以我平常在讲课说 我们书本上说 按推要由轻而重 由浅入深 其实轻跟重 不是你手臂用力的轻 也不是你用手臂的力大一点就叫重 不是这样的概念 而是它要轻就是你用下盘去控制 如果你不要蹲的那么低 那手还是很轻柔的来回 那这个就是轻 但也可以达到效果 那如果要深一点 手还是很轻柔的 不出力的 那你下盘就蹲低一点 然后把整个工具带下去 那这样带下去就可以按到很深沉 然后患者又不会觉得有压迫感 这才是原始点的精华 大家可以从中去体会 所以我书本上常常说由轻而重 大家很多都误会 以为是用手力量轻一点叫轻 用力量大一点就叫重 不是这样而是由身体来调整工具的 那身体主要是来自于下盘 好我这个就补充到这里 我发现你们脊椎好像对女生比较矮 不容易按 是不是干脆就是换一个脚 脚底这样用弓箭腹 就改变个姿势 对你们就这样 站在臀部 然后这样 然后就直接这样 这样身体就把它靠着 然后这样就沉下来 就这样一定顶得进去 然后这里垫脚尖 下面垫脚尖 这样 对你们 因为我看很 包括意味已经算比较高了 他在做我看都有一点吃力 这样不容易做出来 这样等于有做跟没做一样 即便靠过也不能解症 那如果这样一定能解症 因为你做做看 直接就把他身体靠过去 对对对直接靠过去 这样应该就比较好做 好很多对不对 那我过了 那这样过了 他说好很多就是过了就过了 请老师点评 好 可以用弓箭步 那事实上 箭椎也可以用弓箭步 所以他到底跟腰椎要按深层 或箭椎要按深层 其实都可以采用弓箭步 我发现用弓箭步好处就是 你很轻松就可以按到深层 那这个对于身材比较短小的人 他也可以做出来 所以之后我们以后 箭椎考试 我都会要求用弓箭步 直接用弓箭步来按 就好像臀部我们是用弓箭步 一样的 那我们再来看 刚刚我那个用弓箭步按推 箭椎的地方 那以后我们 志工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按 对你们临床上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我们来看我刚刚那个视频 像刚刚第一个 志工就是他站着 蹲着按很按不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的视频 直接就是弓箭步 然后身体靠过去 但是前脚跟后脚步 都是用脚尖的 好大家看一下 如果按间椎 假设这一点在这里 那我们还是这样 走过来 然后这样 然后身体就怎样 靠过来 靠到床 好那你们有看到我的前后脚的脚尖 有没有 有那整个身体沉下来 然后这一手其实也没有用力 整个就沉到这里 那这样 它只是前后 这样力道会很大 我发现这样大家都可以按得出来 然后又轻松 不会像以前这样很难按 这样 这样力道很深沉 这样清楚了 要不要再示外一次 是 弓箭步 如果要按间椎 这样 就像我们按臀部一样 然后这一手扶着 然后整个靠过去稍微转过来 把身体变这样 不是这样 这样就很难按 这样 然后 手 手是这样 对不对 还是原来这样 掌心 然后脚 有看到 脚 有都是垫脚尖 然后这里 这里就放松 这样就沉下去了 整个力量就在这一点上 所以我们的手 一般不出力 这样就可以按了 非常深沉 比原来的都好很多 我觉得这样会 大家容易学 然后又能解症 因为现在所有的手法 都是为了解症 对 不是为了考试 好 这个影片 大家可以多看一下 那大家在学以后 按推剑椎 就照我们这个影片去写 应该很快就可以上手 那这样的姿势 你可以按到非常深沉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二 腿疼无法行走 我们先起来看看 看腿的感觉 我要拍你看看能不能走 哎呀 按完的感觉 看有没有比较松 嗯 然后你试试看 看看有按跟没按 看有没有差 踩不 拉不起来 脚踩不起来 还是踩不起来 嗯 就是最主要是 这一脚 对 所以它还是没办法 你这一脚是好的是吗 其实 我也不知道我刚开始是哪一脚 然后怎么越来 就是这脚越来越严重 啊这一脚 其实好像也都抬不起来 再一次 我看看 再抬起来 然后你试试看 你慢慢试 看看到底是哪一脚 现在没有地方 不要急 你说抬起来 抬起来 两脚原地 抬起来看看 也不一定要走 因为我们刚刚支撑 我看看 因为你这一脚还可以抬得起来 所以你迈出第一步 对对对 所以这一脚应该 等于这一脚可以支撑 这一脚可以起来 对吧 那现在换这一脚支撑 那你这一脚看抬得起来 这一脚 抬不起来 右脚抬不起来 所以你真正的问题是右脚 真的 不是你右脚抬不起来啊 对对 所以那左脚现在可以支撑 不会痛啊 嗯 还好 还可以 你再试试看 你说 那你原本说你左脚有问题啊 对对 但现在都还好 才抬得起来 对啊 我看左脚是好 右脚没办法 我也不知道 可是都是好 那你痛都痛左脚是不是 对对 痛都痛左脚 对对对 那现在它按完 左脚还痛不痛 还会啊 现在还在痛难 不会不会 现在不痛 没关系 所以等于它左脚现在你是不痛的哦 等于它处理完你是不痛的哦 对对不痛不痛 确定哦 对 那你的描述就有问题啊 可是这样会痛 哪里会痛 左脚 左脚你就是移过来这里出力的时候是吗 对 你感觉这里出力 对 它就会痛 对 好 这样有没有 这样很痛啊 啊 这一脚反而不痛 你说右 右脚 右脚不痛 但是它抬不起来 右脚可以抬起来 好你抬来看 左脚如果支撑 可是抬起来因为是 左脚会痛 对 所以我不敢撑 那还是左脚 所以是因为这里 它没办法支撑 所以右脚抬不起来 右脚是没有问题 对对对 那你右脚抬抬看 所以这样抬都没有问题 只要不用到这里 对对对 啊这里就会痛啊 这样 这样就 这里就很痛 好 所以这里抬起来 嗯 抬起来的时候是痛这里 嗯 啊这一脚不痛 不痛 那应该是左脚确定 好 你这样会不会痛 不会 好 这样会不会痛 会 这样就会痛了对不对 有一点点 但不会很痛 对不对 对 这里呢 有一点 好 所以这里比较痛 这一点比较痛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一点 对也会痛 我现在再按的这一点也会痛 对对 好 你看看好 这一点也会痛 对不对 嗯 好 这一点也会痛 对 对不对 好 好 这一点也 比较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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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应该都是在上面这几点 我这样的力量你能接受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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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样揉应该还蛮舒服 对不对 嗯 会痛 这样会不会痛 嗯 有感觉 可是 有感觉 不会不舒服 好 放松 这样的力量还可以吧 对 好 这样力量还可以吗 嗯 嗯 还是很痛呢 对 已经很痛了是吗 对 比刚刚 很痛一点 虽然痛 但还可以接受 对 对吧 这应该是你的极限 嗯 这里现在是 对 不会 对 还可以更重一点 对 好放松 放松 嗯 放松你才没有那么痛 我这样的力量可以吧 可以 可以 你 你放松这一条筋才会松掉 嗯 我现在在帮你拨那一条筋 嗯 你有感觉吗 有 有啊 放松 继续放松 嗯 我会用最轻的力量 来帮你拨 嗯 是不是这一条筋 我刚刚拨的就是这一条筋 好紧是吧 对 那现在这样力量跟刚刚比起来 这样你比较能接受是吗 还是会 还是很痛是吗 嗯 OK 这样按齁 你有感觉这个顶 你的腿也比較鬆了 這樣力量也能接受嗎 可以 是不是比較柔的比較深 有感覺齁 但現在也能接受對不對 你放鬆齁 放鬆 放鬆 這樣力量最大對不對 好 我們再慢慢起來看看 再試試看 還是抬不起來 還是不行齁 慢慢來慢慢來 好 比較好一點 比較鬆了對不對 比較鬆了對不對 我確定你按完有改善 是 你那個是傷到沒有錯 就真的傷在臀部 其實他那個臀部是整個筋都分得很緊 所以也不是一次我就能揉開 我反覆 你也看到我 我剛開始都沒有什麼用力 他就會我問他 他就會說有一點點 對不對 那我就先把一點點的先揉開 然後再來慢慢 再 我是用坐姿按 你也看我沒有開始用站姿 然後放身體靠過去 慢慢輕輕按他抖 然後再把 再反過來也是這樣慢慢按 然後再來靠身體的力量 慢慢再壓 用身體的力量 把我攻擊壓深一點 但是他這樣按 他不會跟我對抗 因為他能接受 然後我再撥他的筋 我也有感覺 他的筋會 所以 他就會慢慢鬆掉 然後我再反覆 再用深層站姿 再把它按 按更深一點 所以我發現這樣下來 他確實立刻改善 那代表 你做得不夠細心 就是 你根本是在留表層 因為他痛了 然後那個時間又那麼短 而且他可以按得更久 我只是示範給你看 方法教你 你這樣下來是不是腿也比較鬆了 有了對不對 所以你那個是他處體傷 不是什麼 不是什麼撕裂傷 什麼那個都沒有用 就是筋奔緊 啊筋奔緊 因為他一下子用太猛的力量 你受不了 所以你會跟他對抗 他一對抗就挪不開 這是一個基本原理 所以我剛剛就看他怎麼幫你做 然後就可以觀察得出來 所以你看起來鎖法都沒問題 但不夠細心 不夠細心 也就是 我說找到壓痛點要 由淺度深 由輕而重 輕不是力量的輕 是慢慢的很柔和的 表層按開 然後再來慢慢稍微用力 再慢慢讓他人接受 再慢慢按開 然後再來 再深層一點 有時候就改用站姿 或勾起來的 稍微沉下去 讓他也慢慢感受那個力量 所以你的感覺 對 我問你 我在剛開始按的時候 那個很柔對不對 很輕 是不是 然後按到中間 有沒有比較深層一點 有有 就慢慢慢慢也提升的感覺 就一直進去了 對對對 就 然後到最後我按的力量很大 那時候如果一開始這樣按 你馬上就受不了 對不對 但我發現你最後人受得了 你有沒有注意 因為不 對啊 你就是因為表層跟中層 都有慢慢柔開 所以到深層我大力按的時候 你也能接受 你不是不能 然後我叫他 要配合呼吸 因為我怕他一直在想他的痛 事實上他已經那個痛有改善 重點還是一句話 辯證 痛多數他數體傷 就是 一定是臀部 不會有其他 所以他臀部只要柔開 他就一定會好 你剛剛在走 腿也比較鬆了 也比較有力了 對不對 要不然你不可能這樣抬 因為他揉完 我剛剛看你根本抬不起來 那現在兩腳能互換 對吧 然後他只有揉一腿而已 對 我也沒有揉兩腿 因為我一直問他 到底是屬於哪一腿 我一定要先確定 那我就直接針對他的問題 直接做 我也不截外生枝 其實他慢慢揉就會慢慢鬆 然後還有一點他要溫敷 一定要溫敷 你按完 那個臀部一定要紅豆帶火環貼 還是 還是 還是要用薑粉泥塗臀部 剛剛起來的時候 然後會覺得很硬很痛 比較軟 比較軟 腳 腳也比較軟 對 所以確定應該是 確實是揉鬆了 嗯 那這樣你將來進步會很快 一天可以揉好幾次 所以譬如想到 那你就可以輕輕 因為這樣輕輕揉 不會傷到 你這種重力會傷到 因為怎麼樣 你壓得很重 然後他又跟你對抗 這樣揉幾次就傷到了 你要讓他很放鬆 然後有淺度深 這樣想要按 他隨時都會給你按 而且他會享受 他因為腿越來越鬆 你也會有信心 請老師服從說明 這位是一位志工的太太 是乳癌 那還在化療 那那一天志工跟我講 就是他太太已經一個夜左右 下不了床 那我問他是怎麼造成 他說沒有啊 就是出去玩 回到家 突然間就腿就不能動 然後就要背上去了 然後他按推也沒有效 就喊也蠻緊張 就直接又帶他去急診 西醫急診 那西醫檢查說是腿部好像撕裂傷 那撕裂傷處理三天也沒有見效 那又到家裡用原始點調理 但每一次按也都不能解症 這樣他太太也蠻痛苦的 幾乎這一個夜來幾乎都躺在床上 不敢下床 然後請一個看護來照顧他 那那一天志工跟我講 我就說好要不我就去他家 然後也看看情況 那志工我先要求 就是先看他平常怎麼幫他太太按 因為腿痛嘛 他大腿膝蓋整個到小腿 然後無力然後腿會很痛 所以痛多數他數挺相當 我一直覺得光聽就知道 一定是臀部引擎 以我的經驗我是這樣判斷 那志工因為臀部揉也揉不好 有時候還會揉到下背部 甚至上背部他都想暗暗看 因為他那個乳癌好像也有轉移到骨頭吧 那所以他都會幫他這樣全身做 但事實上他的腿痛依然不見效 那我剛剛因為那個視頻被剪斷了 因為前面有他在做 我看他那個用的力量 就是照我們考核這樣 用站姿然後光劍步 然後直接靠過去 然後就按臀部 因為很痛 患者那個角都抬起來跟他對抗 那所以每一點都很痛 但按推下來還是改善不大 所以他這一個月來幾乎就在床上 躺著很辛苦 那我一看我大概就知道了 是這樣的患者 輕輕按就會很痛 他的痛點不只在表層 而且已經一個月不能下床 我跟他講如果再下去繼續躺 連肌肉都會萎縮 對患者非常不利 所以我大部分就是剛開始 我就教他先坐姿 坐姿我只是手放下去 然後輕輕按 然後把每一個痛點都找出來 讓他知道 事實上輕輕按他就很痛 然後再來慢慢的 有時候會用坐姿 然後反過身來 這個早期影片都有 甚至也會用翻白度 類似翻白度的動作 然後身體把公頸帶下去 然後深沉一點 然後再反覆壓 反覆按推 這樣按推下來 慢慢表層 然後到重一點點 像翻白度這樣重一點點 他也能接受 然後到最後我就看他慢慢 有揉開了 我就進一步再用站姿 再幫他按 這樣整個按下來也花了差不多 應該有二三十分鐘以上吧 我自己沒有數 但是好像花了不少時間 那按推完大家也看到 他本來是不大人抬腿 不大人兩腳交換 所以他幾乎就不敢下床來 那我做完之後他兩個人扶著 他就可以交換了 兩腿可以交換得走 然後感覺上床的時候也 比較那個腳也比較不痛 要不然他動一下腿都很痛 那痛也改善 那這樣看來 我覺得幾乎已經可以確定了 他這個腿 也不是像西醫檢查的 所謂撕裂傷 我們一聽就知道 哪有撕裂傷 撕裂傷到一個月還躺在床上 動彈不得 那很明顯吧 痛多數他處體傷嘛 想也知道 所以我也跟他們講果不生活 怎麼會一個那個撕裂傷 會造成整條腿都在痛 還有無力 這不可能的嘛 然後按推完 確實也改善 那因為這個志工在基金會 也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就希望他能夠 前心前意照顧他太太 然後按推只要照我剛剛手法 其實我如果再繼續幫他按 多按個二三十分鐘 也就是再按個半個小時 我相信他的腿會更鬆 因為這樣的按法時間長沒有關係 因為你是怎麼樣 用柔和的力量 也就是我前面講的 你應該用身體 把工具帶下去 而絕對不要用手的力量 手的力量那是蠻力 揉起來會非常痛 那你用身體靠過去 然後把工具慢慢帶下去 其實你可以揉很久啊 患者雖然有一點點痛 但他都患者也能配合啊 他不會感覺你是硬邦邦 然後用蠻力再壓 不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有一點點痛 但又有一點舒服 也就是我們說的痛快痛快 而不是純然的壓痛 所以很多患者都會有一種感覺 好像去基金會按推 或是去推廣點按推 都要按到很痛才能解症 實際上這個是錯誤觀念 其實你可以 我們說要以病為師嘛 所以以患者能承受為主 那你看他輕輕按他就很痛了 你一下子就要按到那麼深層 自然就會失敗 所以這也就是志工為什麼按了那麼久 他太太依然躺在床上 而無法下床 那如果這樣我沒有再去 如果我沒有去教導他 他肯定是按不出來的 然後以為是患術挺傷的 一定就是什麼西醫講的 是不是組織受損啊 這些造成的 然後可能就用熱源溫膚 像這種阿宿體傷你沒有按開 有時候要熱源即便溫屁股 都不容易熱源進去 也不容易解症的 這個一定要靠慢慢按 然後有潛入深才有辦法解症 那我也看過很多 像他體力還算不錯 如果到了很多到重病 命危的時候 剛開始也沒有命危 剛開始輕重症 那因為你按推 就像這位志工的太太 他只是輕重症 但已經躺一個夜 再躺久肌肉就萎縮 那肌肉一萎縮 腳就更沒力 那這樣一看就變成本來輕重症 就變成重病 那重病了 再不能解症 他心裡又恐慌 然後慢慢 體力又進一步下降 因為都沒有運動 胃口肯定也不好 然後再來 很保守 肌肉萎縮 人也瘦下來 那就進一步 真的到命危了 我看有一些真的是這樣 因為你不會解症 到最後有輕重症 到最後變成重病 到重病到變命危 就這樣一個關鍵點 你沒有解除就完了 這樣的患者我也看過 所以像這樣的患者 一定要立刻解決 已經躺一個夜了 不能一定要想出辦法 到底是哪個環節出差錯 是熱源呢 還是按推手法呢 還是手法沒問題 但是你按推不得要力 用太大力 也沒有做到油潛入身 油輕而重油潛入身 也沒有做到這樣 那這樣就不能解症 這樣的患者還有很多 我做完這個 我想還有一個患者也是類似這樣 將來也可以放給大家看 也是進來的時候 不大人走 那腿也是西醫說檢查 也多嚴重多嚴重 但明明走路就是腿痛 一看也是一樣 就是多數他處體傷 屁股引起 那像這樣的患者還蠻多的 以後如果有我們再 剪輯給大家看 那這樣的患者 大家在臨床上一定要注意 一開始不要用站姿 就要想一定要按到深層才能解症 不是的 你輕輕碰就很痛的時候 你一定要懂得有潛入身 所以我開始是用坐姿 然後再來 坐姿按了一段時間 慢慢深層進去 我最後才改站姿按 這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我就補充說明到這裡 好老師那我們接下來進行第二部分 提問與答疑好嗎 好可以 二提問與答疑 志工答疑分享 提問一 我弟弟五十三歲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突發腦逸血 在醫院治療一個月出院 把原始點方法為他治療 情況健好 醫生說他圍骨處皮膚有破 要貼妝窗可貼 我妹同意 擔心會將皮膚沾壞 給他付薑粉 健好 因為好轉 但長途回家傷口惡化 越來越嚴重 變惡愁 流出黃色液體 第一次見重病 不知如何處理 便找醫生處理 醫生用雙氧水清洗 再用鹽水沖 然後用秘方、墓穴加滅瓶 加紗布和保鮮膜膚 兩天後 黃色液體減少 有肉芽長出 但過了兩天 又開始有黃色液體流出 不見好轉 現在 傷口窺爛成很大的洞 看著很可怕 我對原始點學的較淺 又上網查找方法 但沒有入窗案例 暫時用薑湯清洗窗口 再上點薑粉 不知做法對不對 未能使它的傷口 時日好轉 只能向原始點基金會的各位有緣人求救治療 感恩原始點 謝謝 洛杉磯 洛杉磯團隊回答 從原始點角度 腦出血 阻止受損 是由體傷及熱能不足所致 蔬果 而非因 即便經手術 服藥使此組織受損 恢復正常了 症狀未必改善 在醫院治療一個月 會嚴重損耗熱能 很可能身體是急寒 現在體力如何? 如果體力還好 沒有體力虛弱病症 就是輕重症 處理傷應以按推為主 熱源為輔 如果如您所 是重病 有體力虛弱病症 就要保命 處理傷應以熱源為主 按推 及其他保健方法為輔 所有外內熱源的使用 是在身體的承受範圍下 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且病情得以改善為最高原則 有窗口 則只能用姜湯處理 但若患者覺得濃姜湯 太刺激而不願接受 亦可改用淡姜湯 或淡深湯 或淡姜深湯 處理窗口 除透過電熱器外 周圍還可用姜粉 或姜粉泥等溫膚 然後配合按推原始痛點 乃至換出痛點 再用濃姜湯 清洗從窗口流出的血液 或組織液 處理乾淨後 窗口 需保持乾爽透氣 避免使用紗布 或保鮮膜等包夾 請參考張醫師 線上課程 及最新手册 特別是重病處理 和疆的應用章節 請老師補充說明 這位患者的提問 家屬的提問 有一個比較可惜 第一個你要問 一定要拍影片 我一再講 要不然我們都在揣摩 你說那個洞有多恐怖 怎麼樣 都憑想像 那這個都是很抽象的 那事實上在處理上 一定要具體 你到底是怎麼清創 然後如何又要撒薑粉 然後中間在 清創的過程中 需不需要那個 如果窗口很大 然後又有留阻之意 你是否擦拭乾淨 類似這種問題 我們之前都在講課中 都有講過 所以我建議是 以後要提問 不要只有文字 而且這個已經是一個 傷口了 到底你是怎麼處理 最好用手機 這個現在很簡單嘛 拍攝一下 然後你是怎麼處理的 也拍攝一下 那這樣就可以具體 要不然喔 我看其他的人在聽 都是聽得很抽象 模模糊糊的 那回答的也是照書本 那大家都用 憑想像 那個窗口是怎麼樣 可能怎麼樣 然後都是憑想像 沒有一個具體 一下子看了就懂 然後這些文字也 因為沒有具體 都是在抽象中回答 這樣的效果非常有限 所以如果真有心 真想問清楚 請務必一定要拍影片 那到底你是怎麼處理 那為什麼會處理窗口 越來越嚴重 那這樣我們才可以具體回答 所以我看這樣的問法 還有這樣的回答 我是都覺得這樣對別人 也學不到什麼東西來 那你本身這樣能聽懂 我也覺得很懷疑 所以請讀者或是患者 如果要問問題 請務必除了文字以外 那個影片還有你怎麼處理的過程中 最好拍攝一段 那這樣來配合文字 我們就容易理解 然後再來回答你也比較容易 讓你了解 好 我這個問題我就說 自己感受說出來 提問二 從身上發現腫瘤到現在 已經有一年多了 我的體力一直都很好 跟正常人一樣 除了身上有腫瘤外 其他沒有不舒服的地方 一點也不影響正常生活 特別是用原始點調理後 以前手腳冰涼的問題 也得到了解決 請問我這樣的情況 是需要調理到腫瘤徹底消失 才算好了嗎 二 請問體質改變有哪些特征呢 是不是腫瘤不消失 就要一直用姜粉泥按推呢 請問什麼情況才算是健康呢 三 我按推了五個月了 以前換出周圍的牙痛點 和背部的牙痛點 現在都逐漸好轉 不像以前那麼疼了 有些地方已經不疼了 但是腫瘤大小變化不明顯 這是好轉的跡象嗎 洛杉瘤團隊回答 一 從原始點醫學的角度來看 癌腫瘤是一種異常形態 和人長白頭髮 與臉部有皺紋是一樣的 都是老化過程的自然現象 從醫療方面 先按推原始痛點 大開關 之後再換出周圍找痛點 進而改善體傷 從保健方面 補充外內熱源 食量運動 充分休息 解釀好心態 若是正確的原始點觀念 體力變好了 手腳冰冷的現象也改善了 只要身體熱能足夠 體力好 癌腫瘤是可以和人 癌腫瘤是可以和人體共存的 二 從陰 體傷 即熱能不足助手 不必太執著去看果 腫瘤大小的變化 體質改變的特征 至少要有體力 身體暖和 吃得勁 拉得粗 睡得香 能運動 心情好 異常形態的肿瘤 基本上不會危害到你的生命 用姜泥為外熱源 大面積用於體傷位置 藉由皮膚吸收 直接溫暖身體 並配合其他善源 即可改善特定部位的體傷 即熱能不足 提升體力 自癒力 可達到療癒疾病 及異常的效果 三 你問的三個問題 就是同一個問題 用姜泥溫膚 再患住周圍 找痛點按推 即按推原始痛點 即是保健和治療 只要體力好 不用太在意肿瘤的大小 肿瘤切除了 但人變得奄奄一息 沒有體力 亦是枉然 請老師補充說明 這個如果我要補充 第一個 它的肿瘤到底指的是什麼 是乳房嗎 乳癌的肿瘤嗎 好像部位 看它是在按背部 應該我在想應該是 乳房的腫瘤 好 那如果是的話 那這裡還 至空還沒有回答 一點的 我補充一下 就是到底患者問的 那我的腫瘤好像也 經過這一段時間也 沒有變得更好更壞 導致體力有變好 體質也有改善 其實體力變好 就是體質有改善 譬如你很怕人 現在也比較不怕人 這些都是體質改善的現象 那你怎麼確定 這個腫瘤這樣就可以了呢 簡單的講 腫瘤是廣 那因是什麼呢 體相及熱能不足 那你要確定 這個腫瘤還會不會 進一步惡化 那不管腫瘤是不是衰老 衰老會不會衰老的很快啊 老化敗壞的很快啊 同樣因為你知道 都是有體相引起 那很簡單嘛 就把大開關 也就是背部的體相按推 按推到體相都解決了 再也找不到體相 痛點都壓痛點也都沒有了 再來還 如果你還在意的話 那再進一步 如果是我猜測應該是乳房腫瘤 那乳房腫瘤 因為它 那個腫瘤在乳房上 它會動來動去 我上次已經有教 一定要 不是按推那個腫瘤 一定要按推腫瘤下面 那個胸肋之間 然後稍微按按下去 然後再推 用三根指頭這樣按推 那這樣再測試看看那個痛點 有沒有解除了 如果這些都按到最後 連患處體相 還有大開關的壓痛點都解除了 那你就可以確定了 以原始點的原理 體相既然沒有了 那因不見了 當然果就不會再壞了 不會變壞了 所以這時候應該就是算可以 那如果你要當 怎麼來保養的話 既然已經都沒有痛點了 該處理的也處理好了 那雖然還有一些硬塊 沒有完全消 但體相已經都改變了 我的建議是加強運動 平常的運動 比如說服握撐 服力挺身這一類的 來練習胸肌 然後讓它循環變好 然後如果還真不放心 再用原始點一個禮拜 或兩個禮拜 一到兩個禮拜檢查一下 也就是上背部按按看 然後再來患處周圍 再壓壓看有沒有壓痛點 如果確定都沒有問題了 那這樣保養就可以安心了 也就是確定沒有體傷 那沒有體傷 腫瘤就不用太在意了 我的補充就到這裡 提問3 因家人32歲去年年底 被西醫診斷出肝臟 長了一個十幾公分的包塊 惡性腫瘤 且已轉移到了肺部 幾年前有幸寄出原始點 網上也沒有看到相關的案例 我現在每個星期都在關注您的講座 請問原始點有治癒的可能嗎 我應該要如何做才能幫到家人 加急感恩張醫師 溫哥華團隊回答 我們十分理解家人患病時的緊急求職心情 首先請冷靜下來 認識西醫所謂診斷的意思 他們認為腫瘤是病或病因 但原始點醫學認為 那只是身體異常 無論胃脂在肝臟 還是在肺部 也不管西醫 給了什麼病名 都不是疾病的原因 建議你細心閱讀 張醫師著作 原始點醫學 尤其是第三章 癌腫瘤 先弄明白 惡性腫瘤是什麼一回事 和應用的對應方法和態度 第二 由張昭和醫師開發的原始點醫學 是從解決實際病例問題中 一步一步走來的 並且以總結出完整的理論體系 和實物施作方法 網上的案例 只在舉例說明原始點的原理 如何應用到病患的實際生活上 可到官方網站 參考相關的2021年 肝癌肺轉移案例 作為一步步落實原始點 從因解症的依據 以達到改善病因的成效 肝癌肺轉移案例 我第三 根據原始點長期處理 癌肿瘤 按例得出的經驗 內心異常 都是體傷 和仍能不足引起的 處理方法 都是透過按推原始痛點 改善組織器官運作 以解除提傷 所致致病症 同時 通過補充外內熱源 和多種保健方法 改善熱能不足 幫助身體自我療癒症狀 具體操作方法 除了閱讀原始點醫學 並聽講座之外 還可以反复觀看 示範的視頻 第四 從你簡短提問內 你只提供西醫診斷的病名 而沒有告知 你家人目前的身體狀況 及症狀 究竟患者 有否感覺 或觀察到哪裡不是 你已沒有提及 你32歲家人 是否有體力虛弱 原始點 以症狀作為診療對象 從而推算出病因 就可 很快做出對治的方法 請參考 原始點醫學第四章 診斷與治療 第五 治癒原始點 有治癒的可能嗎 你應該要做如何 你應該要如何做 張醫師一直強調 原始點並非治病 若要循迴健康 只要靠身體自我修復力 及治癒力 深信 深信 你和你的家人 先要树立對原始點醫學的 深入了解 及信心 堅定按照原始點的原理 和方法 與腫瘤和平共處 不可三心兩意 腫瘤异常 是長期生活方式不良的後果 想要逆轉 或簡易傷害 就要善用醫療保健支援 再按推 和增加內外熱源 姜湯 溫膚 姜粉泥等 之外 堅持運動 保持正面思維和情緒 同時避開 傷人治病支援 如避免含量飲食 劳累 壓力 生氣 熬夜等 若有疑問 請再三仔細閱讀 張醫師的書 和聆聽相關講座內容 以及反复觀看示範的細節 當然 若能就近找到原始點志工諮詢 也就更方便些 不然 靜下心來 潜移自學 也是有所作為的 十分欣賞你對家人的關顧 希望這個答覆有所幫助 請老師補充說明 志工大致已經都回答了 但是如果我要再講幾句話 那就是 其實腫瘤的部分 它還是屬果 那你知道果一定是由陰產生的 那陰是什麼 體傷及熱能不足 所以如果它有症狀 一定要找出相對應的體傷 也找出也就是原始痛點來 那同樣腫瘤相對應的原始痛點 看部位也要找出來去按 那如果有必要 再換出再找壓痛點 但是像如果長在體內的 大開關一般就可以了 大開關把壓痛點找出來按推 我說過了只要體傷解決了 那基本上就不要再管那個果 那有些果真的會消失 臨床上也遇到很多 經過按推還有熱源的補充 然後配合適當運動 聪明休息良好心態 然後患者的那個腫瘤 竟然慢慢就消失了 確實是這樣 那問題是原始點不強調 因為他是屬衰老 異常形態屬衰老 敗壞的現象 所以有些如果年紀很大 不一定說他一定會消失或怎麼樣 那你活的如果越來越有體力 那對你的生命又沒有影響 就不用太在意 我補充到這裡 提問4 按推完一小時症狀反彈 張醫師好 我唯一老人按推 按完就有改善了 我還貼了一個暖貼 可一個小時症狀又回來了 像這種症狀 按完不久又回來的情況 應該如何處理 如何才能徹底治癒 達拉斯團隊回答 因為老人按推之後 症狀又改善了 也用了一個暖貼做外熱源 之後症狀反彈 這種情況要了解原始點的診療方法 也就是須先通過觀察症狀 分辨疾病之輕重 以決定按推與熱源合著為主 然後才能通過按推原始痛點 分辨疾病之底上位置 以決定按推與熱源的治療位置 如何才能徹底治癒 正確按推原始痛點 或患出痛點非常重要 同時還要善用保健支援 如善用熱源 適当運動 充分休息 良好心態等 如此才能改善體傷 肌症能不足 從而療癒疾病 比如說 如果是肩周炎或扭上之類的 正確按推後 還許溫膚 其他的病症 需要多次正確按推 溫膚 喝姜湯 吐姜泥 運動 保持好心情 請老師補充說明 遇到這樣 我還是認為志工回答的蠻好的 就是第一個你要先知道 你疾病的輕重 到底是輕重症還是重病 這個判斷出來之後 你就知道 如果他體力還不錯 那就是應該以按推為主 那按推為主就不需要再 以熱源為福 那是不是要配合還有其他 是不是要運動 心情 那這個再說了 那如果是到重病 那當然就以熱源為主 按推為福 這個一定要先變清楚 然後再來我還是要強調 有時候即便輕重症 甚至是重病 有些症狀 他按推很快就回來 你第一個要考慮到的 是不是手法犯了 臨床上犯了 就是按推的時間 就是一下子按下去 那按下去 雖然當休可以改善 但因為你沒有由淺入深 由輕而重 慢慢一層一層的把它按進去 那這樣他很快就會彈回來 甚至效果也不好 就有可能 所以這一點我認為還蠻常見 不見得是一定說按推 沒有很快回來 就一定是熱能不足 也可能是按推手法出了問題 譬如他是輕重症 那你按推他很快又回來 那就不對了 他體力還不錯 他怎麼會很快回來 他又不是重病 如果是重病 你要更小心 那你按推 有時候也要稍微耐心一點 當然以熱源先補充 外內熱源先補充好 該塗薑粉泥的塗 該溫敷溫敷 然後該喝薑湯 這樣再來按推 如果按推很快就回來 那你手法還是要注意 也就是要慢慢的由淺入深 由輕而重 就是我剛剛在前面視頻講的 你一定要非常有耐心 但像問這種問題 第一個就是都用文字 我覺得非常可惜 所以讀者應該你拍攝一下 為什麼你按一個小時 你到底是怎麼按的 說不定你的位置就有問題 或是手法也有問題 或是你在按的時候是用蠻力 根本沒有辦法達到深層的解症 也有可能 如果你沒有血 叫我們來想 哇這個很難想 然後你要的答案 也不容易得到答案 所以我建議 像問到這種比較實際臨床的問題 一定要拍影片 也就是你到底是怎麼按的 我先看一下 如果看你揉兩三下 然後就起來 就像我們的志工按推他的太太一樣 按幾下就以為就可以解症 結果他太太躺在床上 一個夜根本不能解症 而且再繼續可能就變成重病患者 甚至到最後拖到顯像命危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在處理上 這個是蠻嚴肅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要問 絕對要用心問 因為你要找答案 就不要這樣幾句話 那我們來想 那第一個你到底是怎麼按推的 我都在想 你怎麼會按推到這樣 我有時候我也在想 常常你們問的問題 我在臨床上都 反而比較不會遇到 因為一看 這個需要由淺入深 由輕而重 那就慢慢按吧 多按幾下 然後不要讓患者 產生很大的壓迫感或疼痛 來對抗 那這樣你就可以達到解症的作用 而且那個解症又可以達到很久 就像我們有時候我也遇到志工 按完很快就又痛回來 我一看 手法也不是很到位 我再幫他按一下 就好了大半 有時候一兩次甚至就好了 也有這樣的案例 所以這個問題還是一句話 如果以後類似要問 你到底是怎麼按推的 或是你在問傷口 你到底是什麼清洗的 一定要拍影片 要不然這種回答 我都總覺得有一點 只上談兵了 你也得不到好處 然後回答的人也不能真正 回答到真正你要的 想要的答案 我補充到這裡 提問五 心衰症可否喝姜湯 即按推哪裏 張醫師 請教您 今年四十三歲 男 今年身體不適去醫院診断 是心衰症 不知姜湯可以喝嗎 還有 按哪幾個地方會有幫助 恳請您指點一二 感謝您 達勒斯團隊回答 從您的提問中 身體不適去醫院診断 是心衰症 心衰症是西醫診断的病名 不属症狀 不作為診療對象 原始的醫學 以症狀作為診療對象 通過觀察症狀 去按推 熱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 改善體傷 及熱能不足 您有提及身體不適 但沒提及症狀 及部位 姜湯作為內熱源 是可以喝的 姜 要選擇有機姜 如果是重病患者 需用濃姜湯 每日用量是鮮姜片 五百到七百五十克 或乾姜片 五十到七十五克 輕重症或輕症患者 可著性減少薑的量 煮姜湯 一般建議用陶瓷鍋 濃度要濃縮至 所加水量的三分之一 揉住一試相 热姜湯煮好後 用濾網過濾 應存放在保温杯中 以需要服用 但不已久存超過十二小時 若覺得變胃 則已變質 不可飲用的 除了按推和增加內熱源 同時要注意飲食 盡量不施含量食物 適當鍛鍊身體 關於按哪幾個地方 會有幫助 首先 要確認您 是否有體力虛弱 若有極為重病 處理傷 應以熱源為主 按推為輔 若無 則屬輕重症 您可以根據症狀的部位 按推向對應至原始痛點 以解決體傷 例如 症狀在胸部 按推上背部原始點 症狀在頭部 則按推 頭部原始點 症狀在腹部 按推 下背部原始點 若按推 無法立即改善 還可以再患出周圍 按推 找壓痛點 請老師補充說明 這個患者 他只是一個心衰症 那他問的其實也蠻簡單 那如果在我們的診療來看 心衰症如果是心臟的部位 我們也不要想太多了 那對過來應該就是在上背部 應該就可以找到壓痛點 那不考慮他體力是否虛弱 那純粹要解症 那當然以按推的部位就是 在上背部找出壓痛點 按推 然後再配合肋炎 溫敷就可以 那如果他身體比較差 體力比較差的話 那就可以先溫敷 甚至配合喝姜湯 那所以如果不是重病 前面那些談的都是多餘的 也就是不需要再考慮 要不要喝姜湯 因為他只是偶爾發作 那體力又好得不得了 只要把體傷解決了 那如果這些江湯就當保健就可以了 也就不用太刻意 一定要幾克幾克 然後最重要就是配合運動 那運動我是比較 尤其心臟有問題的 我比較強調 像伏握撐 伏力挺身這一類的運動 對心臟是最有幫助的 好這個我就補充到這裡 提問六 張醫師好 我是一名來自大陸新疆的大三學生 我媽媽可能因為長期勞累工作原因 於2020年5月28號 被西醫診斷為慢性粒細胞白血病 期間吃過藥 住過院 偶然間發現了原始點醫學 解決了家裡日常的小疼或大疼 很感恩能有原始點醫學的出現 也很感恩有您 看了王岐的視頻 學習按推和原始點理論 但是重病卻是頭一回遇見 我媽媽現在體力虛弱 到處起包 暴瘦 頭暈還摔過膠 並附有四跌打損傷的疼痛 看到您往期視頻的重量處理方法 先通過溫水或電熱 膚等溫腹後按推姜粉泥 以補充熱能為主 按推為腹 那位熱源相集合先保命 再醫療 但是我不太清楚 萬處起包處 是否能按推姜粉泥 最近都實現溫腹按推姜粉泥後 按推下背部 頸部以及臀部原始點 來解決腿上的腫塊 我媽媽了解原始點時間 比我更長一些 也比較一頭雾水 最近一次的按揉 姜粉泥是按在了體傷 腫塊處 還有 胃部皮腫大 但不疼 而後腫塊變硬 變大 疼得我媽媽一晚睡不好 導致心慌出汗 希望張醫師能指出問題 解答疑惑 能給我們指套方案 我們也好改正 虛心繼續 虛心學習改正 謝謝老師 達拉斯團隊回答 您母親有體力虛弱 即為重病 重病表示熱能嚴重不足 處理上 應以熱源為主 按推 及其他保健方法為福 通過外內熱源 主要是以姜粉 姜粉泥或姜湯 用於提上胃脂 直接温暖組織器官 以改善熱能不足 關於按推 根據你母親的症狀 注入 體力虛弱 到處起包 暴瘦 頭暈還摔過膠 並附有四跌打損傷的疼痛 胃部皮腫大 心慌出汗等 您可以根據症狀的部位 按推相對應至原始痛點 以解決體傷 並以外熱源問負原始點 若按推無法立即改善 可以再換出 比如起包出周圍 按推找壓痛點 並以外熱源溫膚換處 其中包括推姜粉泥 如此即可改善組織器官運作 又可使將這溫熱效果得以持續 且在病情需要 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可將溫膚增強為熱膚 在日常生活中 配合適當運動 充分休息 療好心態 如此 就可改善體傷及熱能不足 提升人體的免疫力 自癒力 從而達到保命 及療癒疾病的目的 遠離寒涵 善用外熱源 如多曬太陽 或遠紅外線 喝姜湯 也學習放下浪費熱能的行為 如熬夜 空調過低 不良情緒等 心情也要放鬆 要有航心 請老師補充說明 這些都是用問的 我還是覺得 因為他大三 他媽媽這樣想來 應該也是四十幾歲到五十歲了吧 反正都只能憑想像 那不知道長的瘦長的高長的胖 還是長的什麼 也都不知道 那只能就所問 那長包到底長在哪裡 那個包的形狀又是什麼樣 那你是怎麼按推的 好像也實在都沒有一個具體 所以從文字上要回答 其實真的有一點困難 好 那就勉強回答吧 那勉強就是趙志工這樣回答 趙本宣課 這樣對你能否有幫助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還是建議 如果要問問題 其實最好詳細一點 那這樣我也可以看得到 我可以具體一點 那到底應該再怎麼樣來幫助你 或是你按推哪裡有問題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談得更深入 何況你之前就學過原始點 你也懂得按推啊 那遇到媽媽這種情況 應該到底她體力怎麼樣 譬如把它拍攝她走路的樣子 或種種 或是形體 讓我們也能夠很快辨別出來 那到底現在情況怎麼樣 這樣講或許會有比較具體的 要不然這樣的回答 對你能否有幫助 我看是比較難 因為這些回答 你在我現在的書本上 其實去看一下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再等你吧 你下次再把問題影片拍攝 比較具體一點 你怎麼做 這些都比較詳盡 如果我有什麼看法 我再來補充 好不好 這個問題就到此 提問7 您好 我的父親 他得了大腸癌診斷初期 他不願開刀 不知有什麼療法適合他 達拉斯團隊回答 提問不夠清楚 不知是否有任何症狀 如無症狀 則採取下列保險措施即可 運動 早睡早起 起床後 做半小時柔軟操 體力許可下 上午或下午到空氣新鮮的公園 或步道散步 30至60分鐘 或爬坡 或爬樓梯 要有恒心毅力 堅持下去 另外熱源 調整飲食習慣 溫熱性飲食 和溫服儘量少外食 因多用劣質油炒炸 盡可能三餐在家吃 家裡用好油 烹飪 多請烹 蒸煮 少高溫 烧烤 切無過量肉食 務食太多量隔夜飯菜 炒菜 多放 洋蔥 辣椒 胡椒 每天喝十兩姜湯 吃姜碗 另行溫服 每天睡 水暖床 暖天溫服 下背部 和臀部 心态 增加 總之 有些更新鮮 的心态 和腦筋 身态 保持樂觀進去的 太多 病情 以求解症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他问的也是都是一个病名 那志工这样回答 我想也请你装吧 好 那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这个都照我们书本上回答 应该算蛮圆满的 好 就这样 提问八 摆内障 手肘 大号 妈妈学习原始点已经多年 家人也彼此互相按推 喝姜汤 吃姜碗 想请问老师几个问题 一 妈妈眼睛有白内障 要如何用热敷呢 她又洗眼睛 并自制红豆袋热敷眼睛 重量达三百公克 每天热敷好几次 我告知她 这样太重 因为西医说眼睛上面不能压重物 请问有别的方式可以热敷吗 二 我的右手肘上方的筋肉受伤 可能做瑜伽或运动伤害几个月 妈妈有帮我按推大开关和小开关 之前说的图片和这次新书中的图片 按压方向不太一样 请问大开关按推是左右方向 小开关只有上面两点是上下 其他都是左右方向吗 三 姐夫上大号时常擦不干净 有时甚至会有点漏出来 姐姐帮忙按推 从胸椎下方到腰的地方 下背部 请问正确吗 或是要按推其他地方呢 达勒斯团队回答 一 您提到洗眼镜 没有说用什么洗 请参考温姜汤洗眼步骤 根据以往的成功案例 温姜汤是眼睛最好的热源 姜汤的浓度 以患者能接受为宜 可以从蛋开始 逐渐加浓 关于300公克自制红豆袋 热敷眼睛 应以患者能承受 且病情得以改善为原则 至于别的方式 请参考基金会 白内战后续追踪案例 眼睛的问题 是头部的问题 需经常戴红豆帽 或塞暖暖贴于头巾口袋内 尝试点温敷 耐心 有恒 坚持下去 才能看到效果 另外 要改善生活习惯 避开厄园 手看手机电脑 误在光线太暗 或太亮的地方看书 经常欣赏大自然的青树绿草 常做眼睛的运动 眼球上下左右转动 再且要保持良好心态 改善睡眠品质 头部健康 眼睛才会健康 尝到空气新鲜的临地散步 有助缓解郁闷的心情 都和家人朋友联系相聚 得到精神的依托 都有一头部的健康 也就是眼睛的健康 二 首先要知道您右手肘上方的 筋肉受伤的位置 才能确认原始点 打开关的位置 如果筋肉受伤的位置 在上臂至肘关节上沿 按推肩部原始点 沿肩甲缸下沿 红形段原始点按推方向 是上下 垂直而下平行于 脊椎段原始点按推方向 是左右 如果筋肉受伤的位置 在肘关节以下 包含手肘 按推肘部原始点 肘部原始点按推方向 是上下方向 请参考张义士手法演示 万古法 肘部原始点 2020 09更新 三 您姐夫的症状 部位在肛门 相对应的原始点 不是下背部 而是线椎部原始点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问题 志工这样回答应该可以的 我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好 下一个问题 提问9 张医师您好 我原有腰椎尖盘突出 前两年 你基本回复正常 今年 引春节前打扫卫生 腰椎病犯了 腿疼得厉害 正巧朋友介绍 看了您讲的原始点疗法 就按其方法试 疼痛有所减轻 想好的快些 就多做了几次 反而疼痛加重 9号 用止痛膏 贴于臀部 又用红外线 照 且按揉臀部 感觉更疼 因此要调理 请给予指导 谢谢 达兰斯团队回答 患者症状 是腿疼 因按推相对应的 臀部原始点 患者说 臀部多按了几次 疼痛反而加重 如果是腿 更加疼痛 要检查手法 是否就精准 原始点问之 是否正确 按推的频率 应以患者能承受为宜 可以适当延长 臀部温敷时间 患者将止痛膏 贴于臀部 是臀部疼痛 反而加重吗 如是按推力度 应以患者 能承受为宜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患者在问 他应该 因为有学过延时点 他如果腿痛 那当然大开关就是臀部了 那臀部他按推完 还有贴一些热源 外热源 他也不见改善 甚至还有加重 第一个痛多数 他数提伤 所以我的感觉 如果症状没有改善 那应该是按推臀部的修法 有问题 而反而不是在热源的问题 这一点 然后按推会加重 或贴热源会加重 到底是 就像志工问的 是按推你臀部 臀部更痛呢 还是你的腿更痛 照理应该是你的症状更重吧 我在推测啦 应该是症状 那如果症状更加疼痛 还是一句话 一定是手法有问题 而不是热源 热源也不会造成你更痛 那按推你一定没有解症 所以这个就是我之前 我今天讲的那个腿痛 那我们志工按推 也是一下子就用站姿 然后按的想按深层 结果反而 患者因为痛而跟他对抗 第一个不能解症 然后情况也就越来越恶化 然后一个月都躺在床上 一样的道理啊 那一般像这种情况 我第一个不会考虑太多 一定是手法有问题 根本跟热源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痛多数他处挺伤嘛 那你按完还会更加疼痛 不就是手法出问题吗 好 我这个就回答到这样 老师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提问与答疑 今天就到这里 好 那我们的课 就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好 再见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我at你 谢谢观看